大家好,我是公秘民,又见面了 上个系列讲的是大气层内飞行的航空引擎 这次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主功能飞出大气层外的航天引擎 其实我最早的想法只有这个系列中的一期 后来发现需要做很多的铺垫 才能让人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内容 就补充成了一整个系列 后面还会有一个航天航空联动的系列 言归正传和以前一样 第一期我们先做一些概念综述 以方便后面的讨论 既然这个系列是关于航天引擎的 那么就先得说说航天和航空的区别 飞行器平飞的时候 它收到的引力等于空气所提供的升力 加绕地离心力 飞行器的升力可以用这个公式算出来 而离心力来自于惯性 对于普通飞机的高度和速度来说 升力占了绝对主导 离心力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飞得越高空气越稀薄 密度越低 要保持同样的升力就得飞得更快 而因为速度的增加 离心力的部分也在增加 当飞到某个高度的时候 空气稀薄到能提供的升力 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离心力成为主导 也就是这时候并不是由空气来支撑飞行器 这个高度就可以作为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的边界 西奥多冯卡门在1956年的论文里提出了83.82公里左右的分界线 被后续论文命名为卡门线 之后国际航空联合会取得各种 把100公里作为分界线 低于这条线被认为是航空 高于就是航天 而美国空军不按这个定义 自己定义了50英里 也就是80公里的分界线 NASA原先用100公里 2005年开始也改成80公里了 等下 如果引力等于离心力 那就是引力被用来做向心运动啊 高中时候学过 这时候的速度就是第一宇宙速度 没错就是这样 在地面上的第一宇宙速度是7.9公里每秒 但航天器没可能贴地飞行的 一般来说看的是150公里这个高度 这时候的第一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 按照定义 只要冲到100公里以上就是近太空 但只有在平飞状态下达到了一个高度的第一宇宙速度 才能使得运行轨迹和地面不相交 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 否则即便进了太空 运行轨迹最终也会落回地面 这就属于亚轨道 举些近期的例子来看看它们的不同 SpaceX的猎鹰9火箭搭载的龙飞船2号 在2021年4月23号前往高度超过400公里 速度约为7.7公里每秒的国际空间站 这是近轨道 蓝色起源在7月20号到达107公里的高度 虽然超过了卡门线 但当时速度只有3马赫 几分钟后开始下落 所以说它是近太空 但没近轨道 7月11号维珍银河的发射就更糟了 3.2马赫的速度 但高度只有86公里 靠的是美国的80公里标准来说 自己能到太空 也没近轨道 同样是近太空 差距就这么大 既然空气密度都已经低得不得了 氧气更是少得可怜 没办法吸入氧气和燃料混合燃烧 所以作为要到达外层空间的航天器 除了带燃料 还要带氧化剂 自给自足 不需要吸气 这时候燃料和氧化剂都属于推进机 在有了足够的推进机之后 如何才能到达第一宇宙速度呢 毕竟老话说的好 太空不是你想去 想去就能去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方程 这就是著名的火箭方程 由俄罗斯苏联火箭专家 康斯坦丁齐尔科夫斯基 在1920年推出来过 其中ΔV是火箭加速后 与加速前的速度差 M0是加速前的初始质量 包括火箭 载荷 推进机 M1是加速后的最终质量 也就是推进机烧完了 该扔掉的东西扔掉 剩下东西的质量 V1是排气速度 从这个方程可以看出 为了把速度提到更高 有几种方法 一是增大V1 二是增大M0 三是减小M1 以及把它们结合起来 首先来说说V1 它是这么算的 其中ISP是笔冲 G0是标准重力加速度 也就是9.8米每秒平方 笔冲代表了火箭引擎用单位质量流量的推进机 能产生多大的推力 单位是牛秒每千克 在工程上 单位其实更多时候简化成秒 可以理解为一牛的推进机产生一牛的推力 可以持续多少秒 笔冲越高 表示相同质量的推进机能产生更多的动量 也就是效率越高 不同结构的引擎 不同的燃料 不同的推进方式 笔冲有着很大的区别 注意 有的引擎可以有很大的笔冲 但推力很小 有的反过来 那么对于大气层内工作的涡轮引擎 也能算笔冲吗 可以 只是那时候绝大部分质量流量 其实来自于吸入的空气而非燃料 所以笔冲会比不吸气的火箭引擎大得多 而且在大气层内 由于外部气压的存在 引擎的实际排气速度远远低于这么算出的VE 这个VE被统一称为有效排气速度 接着来看M0 增大M0的常见做法就是把火箭做大 这样可以装更多的推进机 比如阿波罗登月的时候那巨大的土星5号 再看看现在那更为巨大的SpaceX Starship 最后 减小M1的常见做法就是多级火箭 把火箭串连起来 每一级负责把上面的各级送到某个高度和速度 然后自我抛弃 这时候M1就成了抛弃后的质量 自然减小了 每一级火箭都有自己的Delta V 通过这样一级一级的Delta V叠加 最后达到所在高度的第一宇宙速度 进入轨道 50年代以来 多级火箭逐步成熟 不但可以进入轨道 还能到达月球火星等更远的目标 但是它们都是一次性的 发射完就不管了 先解决运载的需求再说 接着 各家也都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复用来降低发射成本 有一段时间流行的思路就是单级入轨 在不需要抛弃任何一级的情况下 让火箭可以整体到达轨道 并且完整返回 这样就能再次使用 其实之前航天引擎系列第四期介绍的那些超过300克的引擎 目的之一也是单级入轨 如果用吸气式引擎能飞到5公里每秒 那么需要火箭引擎提供的Delta V就只有2.9公里每秒 而不是完整的7.9公里每秒 火箭引擎需要做的工就少得多 不用带那么多推荐剂 Rockwell的Skyraker空天飞机 堪称这个方面的代表 它的设计用了10个Turbo Ramjet和3个火箭引擎 在地面上像飞机一样从跑道起飞 用Turbo Ramjet加速到6马赫 然后启动火箭引擎 把100吨的物体送入轨道 返航的时候可以像飞机一样在跑道上着陆 很快能像飞机一样再次起飞 完全复用 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 在建造前就取消了 Skylon空天飞机目前仍在这个方向上 探索 它的引擎是之前航空引擎系列提到过的Sabre 同一个引擎有Open模式和火箭模式 先通过预冷却的方法把Open吹到5马克的速度 然后切换到火箭模式继续加速 另一种思路是类似火箭那样垂直发射 垂直降落的单机入轨 这方面的早期探索者有卖到的DCX 在做了一些低空实验后放弃了 另一家公司试图在引擎上获得突破 使其可以在所有高度和速度高效使用 那就是Archaspace的HAS-2CA 然而他们在2017年宣布这个火箭的时候 我就已经判断这是个骗局 一开始说是突破性的气甲引擎 使用煤油作为燃料 计划在2018年发射 后来不但没有做出来 还改成传统喷嘴 试图完全靠轻量化火箭材料 来获得数量级上的突破 可能吗 在2020年他们宣布了一个重大升级 说只要在单机火箭底下加一级 就能提供更高的运载能力 也就是暂时放弃了单机入轨 到目前为止什么正东西都没有 当然这不是Archaspace的一次诈骗 以后还会提到他的另一个骗局 还有像航天飞机那样垂直发射水平降落的X33 同样打算用气甲引擎 同样失败了 不管是哪种方法的单机入轨 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到达轨道了 更没有试过如何对付整体载入大气层 所需要应对的高温高压 以后可能会安排一期专门来讲航天器复用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 我们就可以接着开始讨论航天引擎本身了 下一期是关于目前最常用的 也是飞出大气层的中间力量 化学火箭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